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 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 门徒就责备那些人 在基督的时代 那些人妈妈将地的小朋友带到他的面前 让他按手在他们头上为他们祝福 他们藉此表示自己相信耶稣 并且深切关心他们所守托照顾的儿女 现在和将来的福利 但是门徒就觉得没有这样的必要 只是因为关心那些小孩子而打扰他们的夫子 正当他们打发那些妈妈走开的时候 耶稣就集备了他们 并吩咐群众让路给这些带着小孩的中心母亲 来到他的面前 他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当那些的妈妈穿过门是尘土的街道 走到旧主近前的时候 他看到他们抑制不住的眼泪和发抖的嘴唇 默默地为他们的儿女献上吐告 他听见门徒习笔的话 就立刻取消了他们所下的命令 他充满大爱的心 敞开接纳一些小朋友 他一个一个地把他们抱在怀里为他们祝福 还有一个小孩靠着他们的胸膛睡着了 耶稣就妈妈的工作 对他们说了几句鼓励的话 这一样东西给他们的心带来了很大的安慰 当他们回忆起那个值得纪念的经历的时候 他们是带着几个喜乐的心情 思念耶稣的良善和慈悲 他的恩言令到他们石下了心头的重担 赋予他们新的希望和勇气 他们疲劳的感觉全都消失了 这个教训被小时代代的妈妈带来了鼓励 他们既努力地谋求儿女的福利 就有权将小孩拧到耶稣面前 另外妈妈怀里面的婴孩 他都没有给予真事 当一个母亲渴望从耶稣那里得到 他们自己武力求语的帮助和恩典 而将自己和儿女一起逃生在基督慈悲的宝庇的时候 他必接纳和祝福他们 将平安、盼望、喜乐、慈悲妈妈和孩子 这是耶稣因他给一切母亲的宝贵得拳 好了,今天的神中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见 我们下一次再见